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哥 願持利與你同在 今天這支影片是9位的觀眾投稿系列 由於這系列的製作成本偏高 再加上演算法似乎不肯推這個系列 所以製作起來真的會怕 先跟各位投稿的觀眾朋友說聲抱歉 讓你等這麼久 為了讓故事看起來更加精彩 我會斟酌改編或加料 不過故事結局跟核心內容是不會修改的 也都會取得投稿觀眾的同意 所以請各位放心 那麼這次收到的投稿故事是 我們的最後一場決鬥 投稿的觀眾不願意透露太多他的訊息 所以這次的主角就用我的分身來代替 接下來帥狗這個名字就等於這位觀眾啦 那麼我們開始吧 這是我郭三時發生的事 我們搬向男生分了四個派別 一派是曹操派 這派的人喜歡買流行雜誌 看最新的藝人穿搭和他們都留什麼樣的髮型 通常成績在搬上中間偏下 然後是乖乖派 這類人除了功課好的幾個之外 剩下的祭典都不是很具體啊 對他們的學生生活好平淡喔 接著是混混派 這些同學就是喜歡打架鬧事的人 成績也是中間偏下 最後就是我們這群宅宅啦 我們喜歡看新小說 喜歡看漫畫 動畫 也喜歡把錢花在我們喜歡的事物上 但是我們的喜好跟審美 當時的環境並不認同 尤其是經過媒體的妖魔化之後啊 甚至班上會有些人覺得我們宅宅很噁心 喔這真的是無妄之災啊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很熱衷於自己的興趣 盡可能不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班上有一位綽號叫阿信的同學 他就是典型的會讀書又會玩 長得還很好看 又有女生倒貼的人生勝利組 不怎麼看他讀書 可是考試永遠都是前五名 綽號的阿信就是五月天的那個阿信 因為同學都說他唱歌很好聽 人長得又好看 所以就獲得這個綽號 雖然說我覺得他唱歌真的還好 可能是因為光鮮亮麗的人設 同學喜歡他才獲得這麼屌的綽號吧 阿哉 顯然啊我跟阿信是兩個世界的人 這幾年除了看他上台領獎跟開班會之外啊 我的目光很少停留在這個人身上 也很少說話 我想我們就是畢業之後各走各路 永遠不會有交集的那種關係 本來應該是這樣 欸帥狗 阿信有什麼事嗎 那個帥狗我聽同學說 你有在玩遊戲王 聽到阿信問我這個問題啊我還蠻錯的 一是他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 二是當時的遊戲王在班上是幼稚的遊戲 而這位阿信 啊是能夠在乖乖牌跟混混派之間 橫著走的狠人啊 他因為遊戲王找上我要幹嘛 是想要恥笑我嗎 如果是 我該怎麼辦 我的小腦袋高速運轉 想著接下來如何針對同學的挑釁進行反擊 你可以教我玩嗎 蛤 你要玩 對啊 以前看卡通覺得很酷 只是身邊都沒有人玩所以就沒有入客 你不會覺得這個很幼稚嗎 嗯 我又沒有玩過怎麼會知道 啊這 這就是屬於強者的自信嘛 絲毫不顧慮別人的眼光 也不在意別人對幼稚或成熟的評價 好羨慕啊 好啊我可以教你 話雖然這麼說 不過我自己也只是動畫黨 對於賽場的牌 是沒什麼概念的 當時動畫播的是Jex 所以我們先挑了元素英雄跟電子龍這兩套牌 之後我在學校生活就有一點變化 之前就以邊緣人的體質啊 生活了兩年 但是現在阿信會跟我講話 弄得旁邊的同學都不敢置信 有些草草知道他會玩遊戲王還一臉夢碎的樣子 笑死 那我們只有週末才會去牌店打牌 這時候你可能會想問 都國三了要準備會考啊 這種成績好的同學怎麼還會有時間玩呢 答案是 喔考試內容啊 很簡單啊 看一邊就記得了 喔我真的很羨慕這種記性超強的同學啊 欸帥狗我組新牌組囉 啊你居然開始組牌了 是什麼牌組 哼最強的機械組 古代機械 居然是Mamma Mia的牌組 對啊 古代機械壓制現金卡的效果真的很強 可是我覺得 5600可以打兩下 還有8000貫通電子龍 才是最強的機械組 喔 是喔 對那個時候我很幼稚啊 因為實在太喜歡電子龍了 心裡就一直認為電子龍才是最強的機械組牌組啊 之後我就因為這件事對阿信有點不滿 明明就是我帶他入坑的 明明就是我教他怎麼玩的 結果他居然反過來 要否定我的想法 然後阿信那種不在意的感覺更是刺激到我 可惡他居然連玩遊戲都那麼厲害嗎 那個時候腦迴路現在看來真的很可憐啊 完全就是出於自卑而產生的保護行為 以前啊覺得自己把情緒藏得很好 同學應該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但事實上 並沒有 阿信雖然什麼都沒說 不過他應該已經感覺到 我的不對勁了 來了他只是笑笑的跟我說 那這週末我們來打機場就知道哪套牌比較強啦 好啊 沒問題 你也只有現在能這樣嬉皮笑臉了 我的電子龍一定能夠打扮你的古董機械 奇怪都已經快到回家的時間了 阿信怎麼還沒有來啊 欸帥哥 平常要跟你打牌的朋友呢 他喔 我不知道他今天為什麼沒來 虧他還跟我下挑戰書呢 是喔 要比什麼 電子龍對古董機械啊 我要證明電子龍比較強 你們真好玩 今天大概是不敢來吧 算了 明天再來 阿信怎麼還沒有來 禮拜日我也等了一個下午 還是沒有看到阿信 禮拜一到學校一定要當面問清楚 各位同學 老師有個不幸的消息要告訴大家 阿信禮拜六發生車禍 現在人在醫院 可能會一陣子不在學校 這幾天先不要去醫院看他 他需要休息 這個噩耗讓全班陷入一片嘩然 那個阿信 真的假的 居然有這種事 我當下的心情非常震驚 而且很難過 我甚至覺得是因為我跟他約排局 才害他受傷的 周末我抱著忐忑的心 到醫院看他 阿信 哎唷 帥哥你來了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不舒服啊 全身被綁得紮紮實實的 有夠難受 天啊阿信 你真的很抱歉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才害你受傷的 哎呀你在說什麼啦 又不是你開車撞我 是這樣說沒錯啦 提媽媽說是因為司機酒駕才撞到我 雖然腳踏車壞了 但我人還好 現在能夠看到你有說有笑真的是太好了 欸對了帥哥 嗯 你有帶牌組嗎 啊我來探病怎麼可能會帶牌 喔是喔真可惜 我想說你一定會來探病 所以特別請媽媽幫我把牌帶來了 喔你住院就好好休息還想打牌 哎唷 住院期間只能看書 有牌可以摸還能休息一下 好好喔 竟然都說到這份上了 下次探病我就把牌帶來吧 嗯一言為定喔 下次探病我真的把牌帶來醫院 然後跟他開開心心的打了好幾場 過程中有輸有贏 但我自己清楚 當時骨帶機械真的比較穩 我翻車的場次還是比較多 哎呀雖然不甘心 但我承認骨帶機械好像真的比較厲害 白癡喔 你現在還在意這種事喔 欸對了 要不要交換牌組試試看 欸 你會玩電子龍嗎 會啊這機場打下來已經知道八成了 啊我再次發自內心羨慕阿欣這樣的人啊 通常好學什麼都快 召喚電子肉質龍 因為力量焊接的效果 攻擊變成八千 暴露古代機械巨人發動攻擊 翻開覆蓋的陷阱卡 魔法筒 輸了 居然把自己的牌組打爆了 心情好複雜啊 我覺得你說的對 電子龍真的是最強的機械組 因為他實在太方便了 我懂你意思 好像也沒錯 我跟阿欣最強機械組決定戰 就這樣結束了 但我沒想到的是 這場決鬥結束後 阿欣就把他的古代機械牌組送給我了 這居然是我們的最後一場決鬥 他說遊戲王雖然好玩 但是上高中後他想去發展別的興趣 與其把牌收到櫃子裡不碰他 不如把他交給我 雖然很不捨要少一個玩板 但我還是很慎重的收下這副牌組 畢業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絡了 過了這麼多年我偶爾還是會想起他的事 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 當時車禍的後遺症有沒有對他造成什麼影響 而我自己也是差不多在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推坑了 因為我突然發覺一件想做的事 那就是 抓酒駕 我自己也曾經差點因為別人酒駕發生意外 有了這些經驗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對付這些人 所以後來我讀了警校 現在已經要給酒駕的人開單了 爽 好故事結束 我要先感謝這位觀眾投稿 因為我覺得他的故事 非常的好看 你的故事還是讓我感觸蠻深的 讓我想起小時候一些朋友 總之是非常棒的故事 也希望各位喜歡這次的影片 畫的比較久 也畫不算很好 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想給你求個免費的東西就是讚 因為我的頻道 算是被 YT演算法打壓了吧 開直播 一定又被黃 就是他有個 黃標機之在一直在弄我 所以 現在只有各位的互動 能夠讓這支影片被更多人看到 如果這支覺得OK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給我個超級感謝 這對我的幫助非常大 那最後謝謝各位把這支影片看到最後 那我們期待下支影片再見 See you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